非常谢谢徐老师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基督人性受造与否 或者基督人性是否受造 而事实上呢 当我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如果比较敏锐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问问题的方式 已经本身有一点问题了 因为按照至少是西方教会的 一种正统的理解呢 也就是基督教既同时否定 柏拉图主义也否定了 亚里士多的主义 那么我们会说 上帝在创造万有的时候 各从其类 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先创造类 然后再创造这一类事物里面的 各书的存在 就讲人 上帝从来没有创造一个 叫人性的东西 上帝创造的是各书的人 是亚当是夏娃 但是上帝是按照他的一个 人之为人的idea来创造 这样子的思想 你会在整个拉丁的西方的 教会传统里面看见 在奥古斯丁 在特马萨奎娜等等 到后来特别是改革宗神学 特别强调这一点 像巴文赫在他的 改革宗教理学里面也讲 上帝从来没有创造 一类叫树的东西 他只有创造这棵树那棵树 上帝从来没有创造 人 humanity 人性这个东西 他创造的各书的人是亚当 是夏娃 这个人那个人 所以正确问这个问题的方式 其实不是我们很习惯 在华人教会里面问的这个方式 我们问基督人性是否受造 但事实上按照加特敦信经的理解 我们应该来问基督按人性说 是否是受造的人 这是比较正确的问这个问题的方式 好 那么刚才徐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众说纷纭 然后不同的同学可能都可以在不同的牧师 或者是神学老师那边找到依据 但这其实也仅限于华人教会 在整个大公教会的传统里面 但凡有神学家说基督按人性说 不是受造的 是永恒自存的 但凡有人这样子说 那都是按照正统的标准来说 是异端 所以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只会在华人教会里面找到 那偶尔你会看到 有人比如说引用加尔文 说加尔文也这样子讲 但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的话 那其实是某一个中文译本的错误 那个中文译本是哪一个译本 最好不要讲 因为一旦讲出来了 那个出版社的负责人 会来找麻烦 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是一本书 而包括像赵忠辉老牧师 他在翻译比利时信条第十九条的时候 他会故意不按照原文去翻 以至于不讲出基督 按人性说是受造的是有限的 但我们在这里一开始就要强调 按照大公教会的任性的正统 基督按人性说是受造的 而且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 所以我们在做神学的时候 首先我们先不来讨论这个基督人性受造与否的问题 我们先来讲一个做神学的基本态度 这个基本态度就是 神学不光是来问圣经怎么讲 神学不管是圣经神学还是系统神学 他最重要要问的是 我在教会里面与教会一同 应当如何领受圣经 神学是一件教会的事情 它是大公教会的功课 它不是个别信徒自己直接从圣经领受 今天有很多人讲说 我就是从圣经领受 这好像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不可分党 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 有些人说我的基法 我属亚伯罗 这些已经够糟糕了 人家在分党 但是最糟糕的是什么 是那群人说我是属基督 我只属基督 保罗讲基督有问题 亚伯罗讲基督有问题 我自己不是使徒 我不是保罗 我不是基法 可是我只属基督 讲得好像保罗也不属基督 亚伯罗也不属基督 基法也不属基督 只有我自己只属基督 这种态度是最自我绝对化的一个态度 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的信仰是与教会一同领受 这是大公教会的信仰 我们如果真的信圣经 我们就要信圣经告诉我们所说的 教会是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避免尴尬 我们不需要会言 当今讲基督人性永恒自存的最有名的一位教会牧者 就是唐崇荣牧师 那在这里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讲 过去我跟唐崇荣牧师在这个问题上面一些互动 我在2011年底的时候 到上海授课 讲系统手学 当时就有同学在课堂上面问我说 那按照你讲的这个加克敦信经 这个基督论 那基督人性就是 按人性说就是受教的 特别是在改革宗神学里面 就特别强调基督是有限的 然后有限者不能成为无限的 但不只是改革宗神学 整个基督教正统是这样子讲的 那那个同学就问说 可是唐崇荣牧师说 基督人性是永恒自存的 是其他所有的人 之为人的一个prototype 圆形 说基督的人性是永恒自存的 是圣子的一部分 然后圣子没有一部分可以是受教的 那所以人性 永恒自存的就在圣子里面 然后这个是其他人受教的 圆形 prototype 那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时 其实是一笑之主 我说可能这种理论 在教会历史上提出过的 都被定为异端了 唐崇荣牧师 作为一个正统的牧者 不可能讲这样子的话 结果呢 再隔几天 我离开上海 到了台北 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步道会 然后会后我去跟他打招呼 我十几 对不起 我十八岁 十九岁开始就替他私情 然后私情兼司机 他那连续五年来温哥华都是我担任他私情兼司机 所以跟他非常非常熟 后来也去参加他的归正学院 那我那时候在牛津读博士 那他也知道 那会后我去找他打招呼 他看到我也很高兴 然后就立刻就邀我跟他一起回亚加达去参加他的这个步道大会 那我就跟他去了 在大球场里面 几千上万人的一个大步道会 那我就跟他去了 那跟他去了 看完步道会 我们就去吃宵夜 那吃宵夜的时候 他知道我当时正在研究巴特 他问我说 那你认为巴特神学里面有哪些谬误啊 我说其中一个谬误呢 就是巴特认为 这个基督的人性在永恒里面 就以某一种方式存在着去影响到了他的神性 那唐牧师就说 其实我不认为这个有错误 我当时就傻了 当时我其实也还没跟他辩论起来 他的儿子就跟他辩论起来 而且辩论的是面红耳其 因为他的儿子是跟我们徐老师一样 是西敏神学院 就威斯敏斯科神学院的校友 那他的儿子 当时应该是还在西敏读博士 所以受的是非常正统的神学训练 于是当下就跟唐牧师辩论起来 然后后来我也加入辩论 我当时才知道原来唐牧师是持这样子的立场 后来其实唐牧师自己是承认 大公教会 历代大公教会的政法 都强调基督按人性是受造 但唐牧师认为他自己对了 教会错了 他认为他对教会历史可以带来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修正 历代教会在基督论上面的 他认为的一个错误 强调基督人性是永恒自存的 在理论上有没有可能说 当譬如说我 我对圣经的领受 跟历代大公教会正统对圣经的领受 有出入的时候 我是对的 大公教会错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因为信经不是圣经 信经不是上帝的末世的圣言 信经是教会对圣经的领受 理论上信经是可能出错的 但实际上至少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或尼西亚军事坦丁堡信经 还有以弗所会议及加克敦会议所产生的 加克敦会信经 经历了一千几百年的考验 在教会历史上 但凡有想要去纠正信经的 到最后都会发现 他在上帝论上面会 还有在基督论上面会犯这样子的错误 或那样子的错误 指巴文克在他的改革宗教理学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加克敦信经并非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事实证明 但凡想要挑战加克敦的神学家 到最后都会沦为异端 所以当我发现我自己的立场 跟历代大公教会相左的时候 首先我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是 我应该是错的 教会应该是对的 几乎不可能 说教会 特别是这个信经的正统 不论是东正教 天主教 还是新教 都接受的这个共同的基础 会出错 然后我以一己之力 推翻这整个 两千年教会的传统 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我举几个例子 在过去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现在已经过世了 当年跟寇斯远监督齐名的一位牧师 有一次 他到一间教会去讲道 讲约翰福音里面 第十章三十节 我与父缘为一 他也不去看原文 因为你一去看原文 其实应该翻译成什么 我与父就是一 但他只看中文翻译 包括像常常牧师 他其实也只是看中文翻译 他连英文圣经都不看 就是从中文圣经去看 那认为他就是从圣经的领受 当年那位老牧师也是这样子 他去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 我与父缘为一 然后他就自己从这一段经文 脑补出了一整套的三一论 他说所以你看 原来三一上帝只是一位一体 为了救赎的缘故 生出第二位 然后第二位升天以后 为了再施行救恩 所以又发出了第三位 所以这个就是一生二 二生三 然后三生万物 上帝也把这样子的三一论 启示给了中国人 所以道德经里面 也有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个在古代 古代就已经被定为异端了 这种异端叫做形态论 是一种动态形态论 dynamic modelism 就是上帝本来是一位 然后产生了第二位 再产生了第三位 那这位老牧师讲完道以后 那一间教会的比较年轻的主任牧师 读过神学院的就去跟 他是我以前任教的那个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的一个 一个牧者 他就去跟老牧师说 牧师您知道您刚才讲的那套理论 其实是被大公教会 大公会议定为异端的理论吗 结果那位老牧师 我才不在乎大公会议怎么讲 我只在乎圣经怎么说 我直接从圣经领受 这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态度 其实我们去看原文的话 那个原文 我与父就是一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不要学术神学 我们以为自己从圣经领受 只要信仰 各位 大公教会用了四百年的时间 才终于从圣经的领受里面 辩论辩论又辩论的 建立了三一论的正统 跟基督神人二性的正统 而现在我们要丢掉这个正统 自己从圣经里面重建神学的话 我几乎可以跟大家保证 一定会弄出异端来 而且一定弄出来的异端 是教会历史头四百年 出现过的异端 圣经告诉我们 教会是真理和注释的根基 所以当你的理解 偏离教会正统的时候 我们再问一次 有没有可能你是对着 大公教会错的 理论上有可能 实际上几乎不可能 所以当你的解经 偏离教会正统的时候 怎么办 就算你要否定教会的正统 你至少要先了解正统怎么讲 历史神学没有学好 就想要搞建构神学 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华人教会里面 很流行的一个误区 唐仁牧师在讲道里面 经常喜欢讲 就是去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 耶稣问 你们说我是谁 基督问 你们说我是谁 那有一些门徒说 你是施旭约翰 你是伊利亚 耶稣问 你们说我是谁 然后彼得说 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 然后基督就说 这个话不是出自你自己 是父 其实是给你的 然后他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盘事之上 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 很多牧师就会喜欢讲 所以我们不要神学 我们就只要圣经 你看 耶稣问 你们说我是谁 然后你看你神学家 学者只会说 这个神学家说 耶稣是谁 那个神学家说 耶稣是谁 耶稣不要听这个 耶稣问 你们说我是谁 你自己来说 他是谁 这其实是一个断章取义的结经 他忽略了17节到19节 耶稣其实不在乎你说他是谁 他在乎的是你们说 而这个你们说 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非常明确的 彼得在这里说他是谁 已经奠定了一个教会的任性正统了 他说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块磐石上面 这是教会 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所以他在乎的是教会的任性 他在乎的是你所说的是否符合教会的任性 不是你自己来领受圣经 说耶稣是谁 而我们也要注意到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经常会出错 我们以为彼得在这里任性的 就是基督论的政府的全部 其实不是 这只是半正统 彼得自己其实都还没有搞清楚 他所任性的是基督的神性 他在这里只有任性基督的弥赛亚性 而在他的犹太教认知里面 还不知道弥赛亚就是圣子 就是上帝 他还没有三一论的观念 他只把话讲对了 话的内容 他自己当时还没有理解的 他讲你是基督 然后永生上帝的儿子是什么 他不是用三一论的方式在理解 是一个犹太教弥赛亚论的理解 永生上帝儿子就是被上帝拣选的弥赛亚的意思 是同一词 有点类似什么中文语境里面的天子的意思 然后彼得在这里任性基督作弥赛亚 至少弥赛亚虽然还没有被任性为上帝 但至少他认为弥赛亚是最接近上帝的人 因此弥赛亚基督受高者是不能够受苦的 犹太教的正统弥赛亚论里面有这个弥赛亚的不可受苦性 因为他最像神 既然像神 神是不能受苦的 他就不能够受苦 所以当彼得任性完耶稣是基督以后 基督就开始讲论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他要去耶路撒冷 然后要被钉十字架 要受苦 这时候马太的记载里面就说 彼得把耶稣拉旁边去 劝他说主不可如此 那个劝和和本翻译的不好 原文什么意思 责备他 彼得责备基督说不可如此 为什么都已经说你是弥赛亚了 都已经说你是基督了 你怎么还说你会去受苦 基督是不能受苦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的任性 仅仅是教会正统的一半 任性了基督的某种意义上的神性 甚至只是一种弥赛亚意义上的神性 不是完整的神性 所以连半正统都不是 而彼得在这里没有任性什么 基督按人性说会受苦会死 招物主能够受死吗 招物主不能受死 所以基督受死必须是按照人性受死的 他必须作为一个受造者 他才能够受死 而当彼得说基督不能受死 责备基督的时候 基督怎么说 就退去吧 撒旦 所以我们要看到解经 不是这样子断章取义自己去解就可以的 我们一定要看历代大公教会怎么样去解释整本圣经 从圣经里面找到基督论的总人责 今天很多人只要圣经 关系 学者必须避免的陷阱 我们用论语的话来讲就是 学而不思 那学而不思则往 可是学者 还有非学者 所有的信徒 众人都必须避免的另外一个更致命的陷阱 是什么 私而不学 金庸底下的伟小宝很有意思 金庸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 说伟小宝不学而有数 不学无数 那就是学而不思 那就是责往 那没用 你学的东西其实没用的 你不去思考它 没用就算了 所以学而无数的没用 那就是浪费你的所学了 浪费学术资源了 浪费社会资源了 这不太好 或者说很不好 但是这并不会对社会 对教会造成伤害 真正危险的是什么 私而不学 私而不学则待 不学却又有数 那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 学术学术是什么意思 是你学而死 学而有数 那为信仰服务的学术神学 他必须去问 大公教会怎么说 这是历史神学 在大公教会的规范底下 在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上面去问 然后圣经怎么说 这是圣经神学 然后再问到我的信心 如何去达到理解 这是系统神学 所以我们讲了半天 那关于我们今天要处理的这个问题 大公教会的立场是什么 首先 大公教会在界定 上帝与人的差异 在讲人如何可能认识上帝 这个最根本的神学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是人是受造的 是有限的 上帝是造物主 是无限的 有一个神学的功礼 或者是格言 拉丁文的表达叫 finitum non capax infinity 它的意思是 有限者无可承载 无限者 这会有成打错了 承载 有限者无可承载 无限者 所以人是不可能参透上帝的 人能够认识上帝 是因为上帝启示了他自己 而且我们要注意 是以受造的媒介 启示他自己 因为人能够认知的对象 必定是有限者 有限者就是受造的 非受造永恒自存的 那只有上帝那是无限的 人只能是认知有限的 受造的对象 所以上帝如果要把自己 启示出来 只能够用有限的媒介 像一面镜子一样 把自己映现出来 所以教会正统里面有一个根本原则 叫做上帝的不可参透性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上帝不可参透性 还有另外一个表达 叫做essential unknowability of God 或者是 unknowability of God per essentium 就是上帝本质的不可置信 也就是人有限的智慧 不可能承载上帝无限的本质 所以上帝对他自己的认识 是原版的智慧 人对上帝的认识 只能够是一种受造的 复刻的智慧 中间有无限本质的差异 而人不可能直接去认知 上帝无限的本质 所以人对上帝的认识 必定是上帝在有限的受造界里面 用受造的媒介 自我言说 自我启示的方式去认识的 有限者无可承载无限者 而上帝的自我启示的核心 就是基督 那太初就有的无限的道 要成为一个有限的人 有限的肉身 用约翰一书讲的话 就是我们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 就看得见摸着着的 可感知的物质的对象 受造的 唯有如此 那永恒的道才能够被人认识 若不成肉身 道是不能被人认识的 若非借着受造的媒介 无人能够认识上帝 所以启示的行动就是上帝在受造界里面 把自己给映现出来 这个映现就是镜子的这个比喻 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初步的说明 为什么必须承认基督按人性说是有限者 并且是受造的 因为唯有如此 那无限的永恒自存的道才能被我们认识 我们可以再接着这个思路继续问下去 我们就问基督是不是无所不知的 基督是否生命有限 也就是他是否会死 他的知识是否有限 他的生命是否有限 我们这两个问题 个别回答的时候都必须回答两次 因为基督有神人二性 基督是否无所不知 第一次回答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 是的 基督无所不知 他的智慧是无限的 他圣子对上帝的认识 就是上帝的自我认识 那是原版的智慧 是无限的智慧 他是无所不知的 而他对他所造的万物也是直接的智慧 是无限的 是绝对客观的认知 所以基督是无所不知的 第一次回答 但第二次回答的时候 你必须回答基督有所不知 按人性说他有所不知 在圣经里面 几出经文很鲜明的告诉我们 首先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 他的智慧和身量 还有上帝与人喜悦 他的心渐渐增长 如果会增长 他的智慧如果会增长 就表示这个智慧是有限的 基督不是一生下来 按人性就熟知 上帝的律法 会讲万国的语言 去考GRE一定考满分 不是的 他并不是一下 一生下来就不会哭闹 然后就可以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 打个招呼 基督的智慧生下来就是 婴孩的智慧 会渐渐地增长 所以是有限的 换血漏的妇人 从他身后摸他一赏的碎 基督回过头来 谁摸了我 他不知道 他再来的日子 子也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那圣子不是无所不知的吗 对啊 圣子怎么会 所知跟父的所知不一样呢 所以在这里 不是圣子跟圣父的所知有差异 如果你这样子讲 你在三一论上面 就是把基督当成一个次等的上帝 这是亚流的异端了 不行了 所以这段经文唯一合理的解释 按照三一论 按照基督论的解释 就是这一节经文是按基督人性说的 按人性说 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来 所以他有所不知 他的智慧是有限的 那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回答 可是我们思想另外一个问题 就不是那么难回答了 基督是否生命有限 也就是他是否会死 上帝作为永生 上帝是不能死的 可是基督死了没 基督死了 所以基督是不是上帝 他是上帝啊 那是上帝怎么还会死呢 他是按人性死的 造物主不能死 只有受造者可以死 所以他在这里 基督按人性说是否受造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可以回答出来的问题 那再问一个问题 跟第一个问题一样 就是基督是否无所不知 而如果是无所不知的话 他就能够参透上帝 按神性说 他肯定是参透上帝的一切 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 唯有上帝具有参透的知识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但是按人性说 基督是否能够参透上帝 在加克敦信经里面 讲到基督神人二性当中 有不可磨灭的区别 当然有不可分离的联合 同时有不可磨灭的区别 而这不可磨灭的区别里面 又讲到神人二性各自的完整性 加克敦信经有四大围墙 讲到不可分离的联合的时候 讲到了基督的不可分离 inseparable 讲到了基督神人二性的不可切割 indivisible indivisible不可切割 这等一下我们要回来仔细地讲 然后讲到他不可磨灭的区别的时候 都讲到什么 without change or unchangeable 就是神性不能被人格化 人性也不能被神格化 神性是无限的 人性是有限的 人性不会变得无限 神性也不会变得有限 就是不可改变 然后不可相混 神性里面不会混入一些有限的东西 人性里面也不会混入一些 神性独有的不可归于的属性 这两个属性始终有不可磨灭的区别 我们刚才讲到 这其中的一面围墙 就是不可切割 indivisible 这个不可切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可以把神性拿过来说 一块蛋糕 竖切一道 横切一道 然后斜切两道 变成八块 然后其中一块拿掉 另外几块跟人性联合 人性也不可以拿过来 切割开来 这块是理性 这块是感性 然后这块是身体 这块是灵魂 然后现在把理性的灵魂切割出来 只把剩下的人性跟神性联合 不行的 他的人性是完整的人性 加克敦信经一开始就讲基督 是Fully God Fully Human Fully God Fully Human 就是 真的是 完全是上帝 完全是人 意思是他有完整的神性 完整的人性 不是被切割后的神性或人性 按照这个思路 在讲下去的时候 讲到基督人性的时候 加克敦信经就讲 基督有理性的灵魂 基督按人性说 有理性的灵魂 这意思是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问 基督有几个意志 基督有几个思想 或几个理性 我们必须回答 按神性说 他无所不知 按人性说 他有所不知 所以讲到他有人的理性的灵魂的时候 意思就是他有一个有限的认知 基督有两个认知 一个神性的认知 一个人性的认知 他有两个意志 基督一致论 是被教会大公会定为异端的理论 所以基督按人性说 有他自己的意志 所以在克西玛尼园里面 基督对父神说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要按照你的意思 这并不是把圣子跟圣父的意思 拆成两个意思 然后圣子来 在本体上顺服圣父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又变成亚流主义了 又变成次 这个叫做次神论 或者次子论 所以这个是被教会定为异端的一个理论 所以在克西玛尼园里面 基督是按人性的意志去顺服上帝 所以基督有两个意志 两个认知 不是一个 所以基督有理性的灵魂 这个理性的灵魂是完整的人性的理性 而按照人性说 他就是受造的 因此不具有参透的知识 关于这一点 这个不是 不单是加克敦这样子讲 整个教会传统这样子讲 改革宗是最为强调这一点 但是其实就在改革宗强调 那个有限者不可承载无限者 把这个原则应用在基督论上面之前 说基督有所不知之前 托马萨奎纳就引用过大马士革的约翰 在他的神学总论里面讲过这么一段话 或者神学大学 有不同的翻译 Suma Theologica 他讲的 The union of the two natures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took place in such a way that the properties of both natures remained unconfused I.E. The uncreated remained uncreated and the created remaine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creature 这段话中文的意思是 基督位格里面二性的联合发生的方式是 这二性始终不相混 加克敦信经讲的不相混 始终不相混 I.E.意思是 幻言之 然后接下来在库谷里面这段是 托马萨奎纳引用大马士革约翰 这段话意思是 非受造的始终是非受造的 而受造者始终在受造物的局限里面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creatures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再接下来 托马萨奎纳引用大马士革约翰 Now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creature to comprehend the divine essence 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够参透上帝的本质 seeing that the infinite is not comprehended by the finite 因为有限者无法参透无限准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 基督的灵魂 也就是加克敦信经里面讲那个理性灵魂 没有任何可能可以参透上帝的本质 所以就连基督按人性说 他对上帝的认识都不是一个参透的认识 他对上帝的认识 跟我们一样是受造者 有限者对无限的造物主的认识 这个立场在宗教改革以后 不但没有被否定 而且是被加强了 加尔文在他与路德的辩论里面 把有限者不能承载无限者 这个原则前后一致的应用在基督论上面 当时他们辩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在圣餐桌上 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如何临在 他们二者都跟辞语里不一样 他们都相信基督宝血跟身体是真实临在的 但这种真实是怎么样的真实 路德认为基督的身体还有宝血的实体 可以同时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同时又临在在主餐桌上 是一个实体的共同临在 这个叫做共执 当然这个是比较后来的路德宗 这种形而上的一个用语 有一些路德宗神学家主张 这个应该称为Sacramental Union 圣礼的联合 但不论如何他们讲的是基督的身体 保险的实体真的临在在主餐桌上 如何深论这一点 路德的观点是基督在升天以后 上帝把某种不可归于人性的无限性 归于了基督的人性 以至于按人性说 本来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无所不在 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 但是基督复活以后 就被赋予了无所不在的属性 因此可以同时在天上又在桌上 加尔文则强调 凡是有限者不能承载无限者 这就意味着基督按人性说 现在既然在天上 他就不在桌上 他不能够无所不在 就像他不能够无所不在 路德宗或者路德的神学会认为 基督在升下来的时候 就有一种属性相通 这个communicatio idiomatum 这个属性相通包含了一个类别 叫做gamingsmiles.com 叫做全能的相通 也就是上帝把他本来不可归于人的属性 归于了基督 在系统神学里面 我们分上帝属性 有不可归于跟可归于的 incommunicable 还有communicable 上帝慈爱 然后我们可以像他一样 做慈爱的父母 这个是可归于的属性 上帝全知全能 全在这些无限的属性是不可归于我们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受造者 他是无限的上帝 但是路德却认为上帝用某一种奇妙的方式 把这样子的不可归于的属性归于了基督 以至于基督可以变得无所不知 这一点我们看到 其实改革宗神学跟天主教的经验哲学是更加相近的 我们刚才看到托马撒奎那讲基督外人性说是有限的 是受造的 因此不可能有无限的参透的知识 不可能无所不知 所以后期的路德宗神学家大部分其实是比较同意加尔文的这样子的路线 那加尔文的这样子的说法被比较早期的路德宗神学家取笑为什么 取笑为这个外分加尔文主义又或者是加尔文主义的雷坠肉 extra calvinisticum extra calvinisticum就是用于指色这个加尔文这个概念 就是有限者不可承载无限者 因此基督按人性说既然是一个有限的受造者 他就不可能承载上帝无限的属性 包括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等等 这个立场成为了改革宗正统的信条里面的立场 在比利时信条第19条 这个赵宗辉牧师的翻译故意没有把这里翻译出来 这蛮糟糕的 比利时信条第19条讲得很清楚 英文的翻译是 Christ's human nature has not lost its properties But continues to have those of a creature 基督的人性并未失去其属性 而是始终拥有受造物的属性 这包括什么 这包括 It has the beginning of days 它有开始存在的一天 也就是它是从没有变成有 不是变成是的 It is of a finite nature 它是 它在本质上或在天性上是有限的 And retains all that belongs to a real body 并且始终保有属于一个真实身体的一切 And even though he by his resurrection gave it immortality That nonetheless did not change the reality of human nature 而虽然他透过他的复活给予了他自己的身体 永生 但仍旧 这并未改变他人性的 一切现实 For our salvation and resurrection Depend also on the reality of his body 因为我们的救恩跟我们的复活 都取决于他身体的现实性或真实性 所以这应该很清楚 第一 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 或者他按人性说 应该更确信 他按人性说 是受造者 有开始存在的一天 是有限的 八文课在改革宗教理学里面这样子讲 Reformed theologians we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n a much more favorable position They had fundamentally overcome The Greek, Roman and Lutheran Commingling of the divine and the human Also in Christology 改革宗神学家从一开始 就在一个更有优势的位置上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 在根基上克服了 希腊还有罗马教会 也就是东正教还有天主教 以及路德宗的对神人二性中间的混淆 特别是在基督论里面 对不起 他说这两者在神性跟人性中间的混淆 特别在基督论里面 While rigorously maintaining the unity of the person They applied the rule The finite is not capable of the infinite Also in the human nature of Christ 在他们强烈地坚持基督 位格的一体性的同时 也就是不可分离的同时 他们也把有限者不可 承载无限者的规则 应用在基督的人性上面 And maintain this rule not only in the state of humiliation But even in that of Christ's exhortation 而且并不只是在基督羞辱的情况当中 持守这个规则 在基督荣耀的情况当中 也同样持守这个规则 有限者不可承载无限者 那事实上托马萨古那也是如此 或者其实天主教也是如此 在这里八文课对天主教有一点点小误解 他在同一卷的二九九月写道 Every moment in scripture Defined as well as human predicates Are attributed to the same personal subject 在真本圣经的每一处 神性及人性的位数或者是位语 都同时被归于同一位位格的主体 就是基督的位格 Divine and human existence 上帝与人的时存 或神性与人性的时存 Omni-Presence and limitation 无所不在以及空间上的有限 Eternity and time 永恒以及时间 Creative omnipotence and creaturely weakness 创造主的无所不能 以及受造者的软弱 同时都被赋予基督位格的这个主语 看到了吗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Creative跟creaturely 造物主的跟受造 What else is this But the church's doctrine of the two natures United in one person 这个不就是教会始终在教导的 基督神人二姓 在单一位格里面的联合吗 这个其实就是加克敦 一直就是这样子教导的 所以再回到加克敦 加克敦信经讲基督神人二姓的联合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不可分离 不可分割 不可相混 不可改变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个不可分割 现在来也讲了不可相混 那么托马撒绘那讲的那个不可相混 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里面讲的基督神人二姓始终不可相混 所以非受造的始终是非受造的 受造的始终是在受造物的局限里面 神人二姓 二姓是受造的 始终就是受造的 所以这不可相混 我们刚才也讲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不可改变 这不可改变意思就是 在基督神人二姓的联合里面 不会因着这个联合 神性就变得像人 人性就变得跟神性一样 神性不会变人性 人性不会变神性 神性就是无限的 他不会变得有限 人性就是有限 他不会变得无限 而在这里驳斥了一种 犹提干主义的一个 其中一种理论 这个非常冷门一个理论的 这个理论 犹提干主义认为基督的人性 被他的神性吞噬 或者是基督人性跟我们人性不同 因为他受到神性的影响 而这个 他讲说 本来人性按照定义 就是受到的有限的 可是因为在基督里面 人性与神性联合 所以本来该是有限的受到的 就变得无限 非受到永恒自存了 所以有这样子一个改变 人性变神性 有限变无限 受到变自存 所以这是早期教会 在额利根之外 声称基督人性 非受到的异端之一 这被定为异端了 在第五次大公会议的时候 额利根那个基督灵 灵魂先曾存论 说基督的身体 诚然是受到 可是他的灵魂 是永恒 自存 是先存的 是在万物受到 以先就在上帝里面 自存的 这个理论 在第五次大公会议 被定为异端 又到了宗教改革以后 他说基督的连身体 都是属天的身体 所以也是永恒自存的 这也被定为异端 但门诺会在后来 拒斥了这个说法 所以门诺会不是异端 门诺也没有被定为异端 是这个说法 被定为异端而已 这我们要搞清楚 第五次大公会议 论到额利根的那个理论的时候 这样子讲 翻过中文来 若任何人声称 或认为主的灵魂是先存的 并在道成肉身 同女怀孕前 就与上帝的道联合 他就该受咒诅 基督人性受造 在整个教会信仰的 每一处当中 都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包括在救赎论上面 譬如约翰欧文 他的救赎论 这个是西门神学院的 这个前原历史神学教授 Carl Truman 在他写约翰欧文这本书里面 第112页写的 Christ's human nature as a creature will be obliged to God as creator even in the eschaton 基督的人性作为一个受造物 就连在末世的时候 和中末的时候 都对上帝造物主 有一个责任 appoint Owen's support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mmunication of properties which will never involve the direct communication of self-existent deity to Christ's humanity 这句话是说 欧文在支持他自己 这个论典的时候 他引用了属性相通的这个教育 所谓属性相通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里解释一下 就是基督是一个位格 不是两个位格 不可以被拆开来 所以任何关于他这个位格 主语的位数 都同时可以适用在整个位格上面 所以当我们说玛利亚是耶稣基督的母亲 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的儿子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承认 不只是耶稣基督这个人是玛利亚的儿子 圣子这个位格都成了玛利亚的儿子 也因此玛利亚就成了圣子的母亲 你不能够说玛利亚只是拿下了耶稣的母亲 却不是圣子的母亲 因为一旦你这样子说的时候 你就是把他的位格拆成两位了 你把他拆成两个主语了 有一些位数只能用在 拿下了耶稣 有一些位数只能用在圣子 那这样子就把他拆成两个位格 这是不行的 所以玛利亚既然是拿下了耶稣的母亲 是基督之母 他就是圣子的母亲 而且你也不能说玛利亚只是圣子之母 却不是上帝之母 为什么 因为圣子就是上帝 他不是上帝的三分之一 他是上帝的全部 当然圣子不是圣父 圣父不是圣子 但是圣父完全是上帝 圣子完全是上帝 是完全的上帝 所以玛利亚既是耶稣的母亲 就是圣子的母亲 是圣子的母亲 就是上帝的母亲 所以《加克敦信经》里面讲 玛利亚是上帝之母 同理你能不能够说 仅仅是拿色人耶稣死在圣子上 上帝从来没有死过 你不能这样子讲 不论是东正教 天主教 你去找出 找得到的信仰告白里面相关的内容 都会告诉你 圣子受死 《改革宗神学》里面 也是在《多特性经》里面讲到 唯有圣子之死有无限的价值 可以对上帝献上弥补的记忆 这意思是什么 假如受死的位格 仅仅是一个人的位格 如果不是上帝为我们死 那他的死的价值就是有限的 他只能够因着自己的顺服 为自己换得永生的奖赏 不能够成为替我们受刑罚的弥补的记忆 也不能够为我们换得永生的奖赏 他只对自己有效 但正因为他的牺牲是上帝自己的牺牲 所以有无限的价值 怎么是上帝的牺牲 就是处于这个属性相通的教义 属性相通意思是基督是一个位格 不是被拆成两个位格 所以诚然按神性说 他从来没有死过 他是不可以受死的 按人性说他死了 但是因为神人二性联合于一个位格 所以受死的那个位格 按人性受死的位格就是圣子的位格 而圣子就是无限的上帝 the fullness of the Godhead 所以有无限的价值 就看到这对救赎论是有多么的重要 这就是楚曼教授在下一段话里面 解释欧文的立场的时候所说的 而在这里面 其实就非常清楚表明 我一开始就讲了 后面这段话 这整套基督论是建立在什么 是建立在 在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区别的 这个圣约神学的基础上面 就是在创世纪一到三章里面 造物主与受造者的区别 所以在基督里面 既有永恒自存的 造物主的神性 又有受造的 有限的人性 而论到这个造物主 还有受造者的区别 新的神学院的新约教授 Vern Poethers 为我们整理出这样子的论述 第一点 上帝始终始存 始终存在 他是作为三一上帝存在 圣父圣子圣灵 这里面有很丰富的神学内容 也就是如果上帝不是三一上帝 他就需要一个他者 才能自我实现为他的所事 圣经上帝就是爱 爱一定是有对象的行动 如果上帝自己就是爱 他的对象可在 除非他是三一上帝 否则他就需要创造一个 他之外的对象来爱 他才能够自我实现爱 但他自己一直就是爱 那他是圣父圣子圣灵 这是第一点 他是自存的 永恒自存的 自己就是他所事 他是自由永留的上帝 第二 宇宙中的一切 都是从没有变成有 不是变成是的 不是自己生成 而是上帝造成 上帝在原初创造的一个行动里面 创造了整个宇宙 第三点 所以上帝就是造物主 而他之外的一切都是受造物 因此我们言说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区别 create a creature distinction 接下来 God is eternal 上帝是永恒的 而一切受造物都不是永恒的 而是在上帝创造他的时候 从没有变成有 不是变成是 生成的 最后 没有第三种的一个什么 既非上帝又非受造 因为一个非受造的东西就是自存的 而如果他不是受造 他又不是上帝的话 那就是上帝之外的一个第二个什么神奇 能够跟上帝相抗 那这变二神论了 我们不允许 所以 那人性是什么 就连基督的人性都不能够是第三种什么 他既不是神性 神性不是人性 人性不是神性 不可相会 所以他不是神性 所以他不是上帝 可是他又不是受造 那他是什么东西 这其实就是二神论了 在上帝论 我们刚才看到在救赎论上面 肯定基督人性受造很重要 在上帝论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肯定 这个大公教会的教理 你就会变成二神论 在很多方面都会变成二神论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创造论的这个进入以外 我们刚才其实也讲到了 你就会变亚流主义 亚流主义就变成了二神论 对吧 那 所以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 就是基督人性受造于佛 我们用比较不严谨的语言来问这个问题 基督人性永恒先存 这个理论也不是他所牧师发明的 我们刚才提到赵中辉老牧师 他其实也有这样子的观点 在华人教会里面非常普遍 历史非常悠久 贾玉民也提出这样子的观点 我以前服侍的神论 华神的老院长 我怎么一下忘记他的名字 他也提出这样子的观点 那 持这样子的理论的人会说 什么 圣经从来没有讲基督人性受造 所以我们不应该说基督人性受造 尽管圣经也没有说基督人性永恒自存 那圣经没有讲我们都不该说 这种所谓的regulated principle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重启派提出来的原则 圣经没有说我们就不可以做 那这样子一来就麻烦了 因为圣经也从来没有讲上帝从无创有 方式记忆章一节没有讲得很清楚 这是从圣经总原则推论出来的 圣经从来也没有用三位一体的术语形容上帝 这也是从圣经总原则推论出来的 那圣经没有明确讲 你就不可以讲了 那你就要否定三位一体了 你要否定从无创有了 这明显是荒谬的 还有一种理论变成说 我们不能说基督位格里面有任何受造的部分 那这点就显示 这是唐主任牧师的理论 这样子一讲 其实就显示 这根本没有理解 加克敦信经 还有整个基督论跟三一论的 精髓 我把这句话重述给 Michael Horton教授听的时候 他一听就 part part that's the error 他这样跟我讲 就在两个月前 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见面的时候 就是加克敦的正统里面 从来没有说神恩二姓是位格的两部分 这个位格完全是上帝 完全是人 就是完全完全不是一部分一部分 就是联合的逻辑 完全完全不是一部分一部分 所以人性不是上圣子位格里面的一部分 关于这点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多讲 去立罗这个我们也可以跳过去 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来 这里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这里其实再清楚不过了 只要我们学好圣经原文 并且明白原文的背景 我们其实是不太可能犯 这个基督人性永恒自存的这样子的错误的 为什么在欧洲语文的教会里面 这种错误也很少见 因为欧洲语文里面的那个语文逻辑 就是从希腊文跟拉丁文来的 拉丁文是比较简化的 希腊文的这个一个语文的逻辑 所有欧洲语文里面的那个 逻语未语啊等等的关系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to be的这个概念 这在欧洲语文里面非常清楚 是一个本体论的语文的概念 在中文的语文里面非常的模糊 中国哲学不是没有本体论 但是我们在语文上面要学 西洋的本体论是非常困难的 什么叫做本体论 本体论就是对存在或存有这个概念研究 也就是英文讲的being 从动词to be 这个be动词来 这个词会有多重的意思可以区分 可是其实这些意思又是一个单一的概念 在中文里面被分开来了 to be 我们英文会说 OK There is a cell phone in my hand 我手上有一只手机 这个时候我们说有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 这时候我们变成在了 Who are you? 你是谁? 所以在有是被我们分开了 上帝对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说 他的意思我是我是 那中文就把它翻译成 我是自有拥有的 所以一句话里面是有 而且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本体论的思想放进来 然后完整地翻译出来 他用的意思上帝就是他自己之所是 上帝是他自己之所是 也就是他是自我定义的 他不被他者所定义 他就是奥古斯林讲的 Ipsum et se 所是自身或存在自身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所是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是谁是什么 都被他者所定义 都在与他者的关系里面被定义 对不对 唯有上帝是在他自己的三一关系里面被定义的 所以他自己就是他的所是 他是自有拥有的 这样子一个 自有拥有的上帝给自己的名讳 就是要为 就是我是 I am 所以在西伯来的 特别是在希腊化以后的西伯来传统里面 有了很强烈的本体论概念以后 你对犹太人说 I am的时候 这是非常僭越 非常亵渎的一种自我称呼 因为只有上帝可以说自己是I am 为什么犹太人想要杀耶稣 约翰 约翰其实在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 用的这样子的本体论用 我们用中文很难去读懂它 你一读英文 其实你就懂了 一开始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太初有道 太初就是道 也就是那个道 太初就是 太初就有 他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 所以一开始就确立了 上帝的名讳就是我是 然后接下来道成了热身 然后基督到处就跟人说 我是我是我是 就是基督的这个我是 最冒犯这些犹太教徒 讲得最过分的一次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还没有亚伯拉案 之前就有了我 因为这中文听起来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有了他 可是也没有说 他只有拥有的 亚伯拉案 可是他用的是什么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你一用中文 你都不需要去看希腊原文 你就知道这里面 本体论的意思了 Abraham was Jesus is 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 太初就有的道 他这样子自我宣称的时候 难怪犹太人想要杀他 所以你用英文去读约翰福 你用德文去读约翰福 你用英文德文去读圣经 非常贴近希腊语文逻辑的 所以不会犯这个华人教会常见的错误 华人教会常见的错误就在于我们读中文圣经 不去读原文 然后读原文的时候还是用中文思维在读 我们离这个语境太遥远 才会犯这样子的错误 那我们如果去看约翰福音 只要去看第一章 我们就非常清楚知道 今天爱人性说就是受造的吗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 道成了肉身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这里就有一个什么becoming becoming这个概念在英文的语境里面 就是从不是变成是 没有变成有的意思 就是生成的意思 希腊原文 kaiho logos sarx 什么 egeneto 在这里sarch 当然有人会说仅仅是指基督的身体 那像唐仲穆斯会讲 那讲基督有受造的身体 那他觉得还可以勉强接受 那说基督的灵魂 那就必须永恒自存 所以把灵魂跟身体 像二人的切分 这个是柏拉图主义 这不是基督教 上帝造人的时候 是直接造有灵的活人 灵魂受造 身体也受造 然后是一体的 而我们稍等也讲到 额利根讲基督灵魂 他承认基督身体 是灵魂永恒自存 第五次大公会 把他定为一顿 所以在这里讲的这个sarch 这个肉身指的 就是基督完整的人性 而不只是他的物质身体 正统神学一脉相承 的是这样子理解这个sarch 雅他纳修就已经这样子说了 他说道成肉身就是道成为人 他这样子讲 你去看任何的正统神学 几乎都是这样子讲的 要找到另外非常困难 至少我今天都没有找到 所以这点就唯一可争辩的 就是这个肉身 那接下来就不可争辩的 就是什么 Agenical是什么意思 Agenical意思是生成 英文讲这是becoming 意思就是从没有变成有 从不是变成是 这希腊本体论的用语 在这里约翰用了 希腊本体论的用语 包括 太粗道 这些都是希腊本体论的用语 当然是借自希腊化的犹太哲学 但是他就是用了这个用语 然后Agenical 相对于ontos 或者hoon Agenical意思就是became 生成的 生成从没有变成有 不是变成是 也就是受造的意思 在这个语境里面 生成就是受造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三节 讲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对约翰福音 在不陌生 凡被造的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 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但是我们把它翻成受造 受造原文是什么 就是Agenical 所以同样的Agenical 一章三节 我们翻成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他造 他就是永恒 非受造自存的道 然后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他成为了一个 也就是他被造成了一个人 Hologos Sars Agenical 如果我们在这个语境里面 我们就会非常明白了 所以基督人信不是一直就有永恒自存 是从没有变成有 不是变成是的 那还会有一个问题 也在华人教会里面经常被提出 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我们不能够敬拜受造 而圣经又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当受敬拜的 所以他的人性就不是受造 这个理论呢 跟亚波里拿流的理论 其实很像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基督有理性的灵魂 亚波里拿流被定为异端 就是他认为基督的人性只有物质的身体 还有灵魂里面比较低下的情感这一部分 没有理性的灵魂 他背后 他的目的是要深蹲基督不会犯罪 这个我们现在先不多讲 那再延伸下去的话 这个其实就意味着基督的位格 只有上帝的意志 没有人的意志 也就是后来的基督一致论 其实是亚波里拿流主义的翻版 只是在亚波里拿流这边还没有去讨论 太多的意志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非常拉丁的奥古斯丁 才开始很深刻讨论的一个问题 意志 那亚波里拿流会这样子讲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基督有受造的灵魂 我们在敬拜基督的时候 就是在敬拜受造物了 但是在这些正统三一论教父这边 对于这种理论有非常充分的回答 在尼撒的贵格里 Gregory of Nyssa这里 他就告诉我们 耶稣 他就问说 耶稣是以受造者 还是造物主的身份陷阱 诚然受造物不可受敬拜 但难道造物者可以成为敬拜者吗 如果基督是以造物者的身份 或造物主的身份在敬拜父 岂不等于基督是一位次等的上帝 这又变回亚流主力了 希伯来书这么强调基督是大祭司 他是献祭的 造物主可以向造物主献祭吗 不行 所以他作为被崇拜的 被献祭的对象 他是造物主 可是作为献祭者 他必须是一个受造的人 屈利罗还有亚他拿修 他们都称这个叫做 上帝在基督里的双向行动 基督向造物主献祭 他同时又是被献祭的对象 他作为造物主 他被敬拜 而他们强调信徒在敬拜中 或者在祭祀当中与基督的联合 就在献祭的这个过程中与基督的联合 屈利罗特别喜欢的经文 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说这个是与基督的意念联合 基督虚极 这个虚极是怎样的虚极 刚才没有时间讲 在BBT上面有讲到这个虚极 这个虚极 按照正统的基督论理解 不是说神性的内涵被倒空了 以至于他本来无限 现在变得有限 按神性说他始终是无限的 所以这个虚极不是神性的减损 而是在无限的神性之外 加上一个有限的受教的人性 这个叫做kenosis by addition 外加的虚极 而不是内减的虚极 所以基督按人性说 有这个向上帝献祭的 这样子的虚极的意念 这样子的心 也唯有如此 我们在意念上 我们的心才能够与基督聊 如果他是一个永恒无限造物主的心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与他联合的 因为我们是有限者 有限者不能承载无限者 所以我们与基督意念上的联合 必须预设他这个意念 是受造的有限的意念 也就是扎克敦信经里面强调的 按人性说有理性的灵魂 这个理性的灵魂是 与我们一样有所不知有限的 没有参透的知识的 OK 那这个我讲的够快 在原型安排的时间限制里面 完成了今天的presentation 我就在这边停止分享 来看看各位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讨论 好 同学们 谢谢郑老师给我们的这一种的梳理 这个是我听到的最难的一个讲座 因为这个是在基督的神人二性 二性hypesthetic union里面的这一种的 到底是单一一字说 还是两个双重一字说 这个是初代教会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到后来经过教父们很多的沉淀 才慢慢梳理清楚的 那恐怕也很难在这一个讲座里面 让我们每个人都一下子 这个清澈透明 大家可以 希望郑老师可以给我们这一些的PPT课件 也有录音 大家反复的去品味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的跟郑老师的互动 我看聊天区已经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 文山你是第一个举手 现在你提一个问题 或者是也成这样子 我们把问题打在 可能会更清楚简明一点 徐老师觉得 里面有很多问题 那文山你就把问题打在留言区 好不好 好的 我看好 徐老师好 刚才是有一位同学是先给我先单独发了一个 然后我想是先为这位同学先跟郑老师提一下 应该是很快能够完成的一个解答 然后再由接下来的同学们来去举手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 当然 有一位同学问的是 就是之前刚开始的时候 郑老师所说的这个大工教会 他还不太明白是一个实体架构的还是指各地方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神学认识 以及大工教会是否可以指导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所指的大工教会 如果要讲的很具体的话 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加克敦教会 当然我们要讲的更广泛一点的话 还有一些非加克敦的教会如果再回过头去看他们其实并不是不正统 而只是在一些用语上面跟加克敦有落差 那这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叙利亚教会 我们熟悉的井教 那这些我们先不讲 我们就讲比较没有争议的 那就是所谓加克敦教会 加克敦教会包含了三大分支 就是东正教 天主教 还有从天主教出来的基督新教 那这是我们的大工教会 而界定大工教会的信仰的主要就是前四次的大工会议 这前四次的大工会议就是尼西亚会议 军事坦丁堡会议 以福索会议 还有加克敦会议 这四次会议产生的信经 就是尼西亚军事坦丁堡信经 那加克敦他严格来说不是一个独立的信经 而是对尼西亚军事坦丁堡的一个注视 或者是俘虏 可是他也具有信经的地位 所以尼西亚军事坦丁堡跟加克敦 界定了大工教会就为大工教会 好的 谢谢张老师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还有哪些问题 就根据基本上的内容可以提问的 评论区里面有一些同学是有一些感叹 那么可以提一些具体的问题来提问 这里我已经看到一些问题了 然后我一个一个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理解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 耶稣身上有圣子的灵 又有人的灵魂 然后圣灵又降在他身上 就是耶稣有几个灵魂 这里就是典型的 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会产生的问题 在原文里面讲到基督的理性的灵魂 其实那个灵魂是指什么 就是指人的心 指人的心灵 就是我们的心灵活动 包括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情感等等 而圣灵指的是什么 圣灵指的是上帝的位格 所以这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有我们的心灵 然后现在圣灵内住 因此基督的灵住到我们里面 那这个圣灵跟我们的心灵 是完全不可混为一谈的 此灵非彼灵 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基督被圣灵浇灌 基督被圣灵充满 基督被圣灵内住 这是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 而同一位圣灵今天也浇灌在我们身上 那基督按人性说 跟我们一样都有一模一样的理性的灵魂 好 那下一个问题 如果耶稣不被定死 会不会自然死 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罪 所以如果 所以耶稣跟我们一样 他会死 他也会自然的老去死去 那关于这一点 在神学上也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这里讲的正统的神学 不论是东正教 还是天主教 还是信教 都讲到了基督的人性是 在复活前是什么 是corruptible 就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 会朽坏的 变成不朽坏的 就是那个会朽坏 也就是包含他会死 所以基督就算不被定死 他也会自然的朽坏死去 那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归结于天父的灵 圣子的灵与圣灵有什么关系 圣经没有 OK 这次在讲三一论 而新约圣经里面有讲到基督的灵 旧约圣经有讲到上帝的灵 没有讲天父的灵 讲上帝的灵或者基督的灵 这里都指的是圣灵的位格 所以就是这个关系 所以这里指的都是圣灵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 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使徒往避泥推去 耶稣的灵使徒圣灵 对 新约圣经讲的基督的灵就是圣灵 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刚才讲到大公教会 可是大公教会其实有一个分裂 那个分裂背后其实有一个辩论了很久的问题 就是究竟圣子是单单由子发出 还是由父发出 还是同时由父与子发出 这三一论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在这个内在三一论的教育里面 承认圣灵是由父与子发出的话 我们才可以说圣灵是基督的灵 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来解释 是格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 第一个亚当是他成了有灵的活人 第二个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 次生命的灵就是圣灵自己 那这是不是说圣子变圣灵 那这个就是摩太论的一段 就是稍早讲到的那个一生二二生三 圣父变圣子 圣子变圣灵 不是的 圣子不能变圣灵 圣子不是圣灵 圣灵不是圣子 正统的三一论告诉我们 圣父就是圣父 圣子就是圣子 圣灵就是圣灵 三者之间都不是彼此 所以圣子 那怎么说基督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如果不是成了有灵活人 基督成了次生命的灵呢 这里指的就是 基督在升天以后 他与我们的同在是 圣子的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基督的灵就是圣灵的位格 因为圣灵的位格是由 子发出的 而基督就是子 所以基督的灵 就是从圣子发出的灵 或者从圣子发出的灵 就是基督这个人的灵 也因此 我们刚才讲到 加尔文跟路德辩论圣灿 对不对 加尔文强调基督 既在天上 就不在桌上 所以基督的 在桌上的灵在 是怎样的一个灵在 他讲就是一个属灵的灵在 意思是圣灵的灵在 是基督的灵 灵在在桌上 所以也是基督亲自的 真实的灵在 另外一个地方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 现在活着的不在 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可是在第五章里面讲 在我里面活着的那个 是谁 是圣灵 圣灵与情与圣灵相争 情与圣灵相争 那所以究竟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还是圣灵在我里面活着 那当然能够活在我里面 那 那 基督活在我里面 可是基督现在明明在天上 都讲过了 在天上就不在桌上 那在天上也就不在我心里了 所以难道只是一个 我们心理作用 心理学上的 我们记忆里面有耶稣 难道只是这样子吗 很多自由派神学是这样子讲 不是全部 可是很多自由派神学 大家这样子讲 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必须接受 真的基督活在我里面 所以 如何活在我里面 就是基督的灵活在我里面 这个基督的灵是谁 就是圣灵 那下面一个 徐老师问个 发现老院长 陈静敏 在天上 我都不是都不是 不要不要 是林道亮老院长 他这样子讲过 下一个 可能有人担心基督人性受造会导致基督受造论 于是基督人性永恒这样子的论点比较简单 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基督受伤又不受造 在尼西亚信心很明显地指出了 对 但是 整个尼西亚的正统的教父 都毫无疑问地肯定基督按人性说是受造的 这可能只是一个评论吧 下一个是文山的评论 中文教会圈之内各种不同认知态度 今天讲的东西在现实里确实有很多的争论 持有曾老师这样子的观点 在现实的教会里很容易引起争论和指责 对传统和学术的真正尊重和学习 是太多太多人所忽略的重要功课 尤其是我们这样的新教群体下的信徒 对于传统的历史本身就不是太在乎 貌似大家更喜欢人人皆基斯 人人皆可职业和上帝沟通 即使人们谈到教会 但是和当人口中所说的教会也不是一个概念 那是为所说所提到的教会 包含很广是包括了出在教会以来的 完整历史统续下的教会 而不是具体的某个现实教会 甚至宗派 谢谢文山的故众 我们确实在我们的中文的语境里面 常常会讲到教会 我们想到的其实不是圣经讲的教会 那个无形教会 那个真理的注射和根基的教会 我们想到就是自己的教会的牧师 地方的这个教会 确实也这样子 好 Moses同学 那个也是福了 那崇拜受造物这个论点来反驳 基督人心受造也是福了 OK 下面还有一个同学用私讯发给我 这个问题也很好 是不是基督的人性在圣灵 感应那一刻就存在了 那如何论证 耶稣人性是没有原罪的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的 基督的人性是圣灵感应那一刻 开始存在 开始从没有变成有 圣子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人 那这个问题跟耶稣人性无原罪 中间的关键 我想可能是在问天主教的这个 Immaculate Conception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 就是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 其实应该是14世纪才开始有的一个 教义 就是玛利亚无原罪论 就是玛利亚在怀胎的时候 圣灵用一种特殊的恩典 让玛利亚变得没有原罪 以至于说 玛利亚所怀的那个胎儿 不会 遗传到 有原罪的灵魂 那 这当然在宗教改革以后被新教给否定 我们也 在福音派里面 也不会说玛利亚无原罪 那怎么讲基督无原罪呢 甚至 其实在新教里面对于基督无原罪 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 彻底 特别是在改革中里面 讲到基督无原罪 还讲强调什么 基督的不可犯罪性 这个impeccability of Christ 基督不但无原罪 而且他是不可犯罪 不像亚当在原初受造的时候 还没有原罪的时候 他可犯罪可不犯罪 基督 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犯罪 而且按照 路德宗的理解 基督不可能犯罪 这个impeccability 是因为与神性的联合 在圣子里面 圣子不可犯罪 所以基督安人性也不可犯罪 但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圣子不可死 基督安人性说 也就会变得不可死的 所以这个神学逻辑 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基督的不可犯罪性 我刚才讲路德宗 也不是全部的路德宗 主要是路德宗 还是比较早期的路德宗 会这样子讲 那改革中里面讲到 这个基督的不可犯罪性 他强调着基督安人性说 自身就是不可能犯罪的 注意他的试探是真实的 但是就包括他在旷野兽 他真的会饥饿 他饥饿的时候会真的想吃饭 然后他也真的能够把石头变成饼 其实把石头变成饼也不是犯罪 但是他来是有一个使命的 而按照这个使命 他所行的一切神迹都不是为了他自己 都是为了我们及我们的救恩 而且每一个神迹其实到终极而言 都指向他在十字下上替我们受的牺牲 包括他医病 马太第一次记载耶稣医病之后 就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的一段经文 说他担当我们的软弱 承担我们的疾病 所以就是我们的疾病归给他 他把他的健康归给我们 我们的死归于了他 他的生给了我们 入了把这个称作奇妙的交易 他的义给了我们 我们的罪给了他 那所以基督不可犯罪 我们讲回来 尽管他受的试探是真实的 但是他不可犯罪 他也不会把石头变成病 他是完全的顺服上帝 顺服这个意思 那可是他如果是 在一个有原罪的母亲 怀里怀的胎 那怎么保证他没有继承原罪呢 那这其实很简单 其实如果圣灵能够 让玛利亚在怀胎的过程里面 变得无原罪 同样的圣灵 为什么不能够 让玛利亚所怀的胎 无原罪 却同时 这个不除去玛利亚自己人罪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无原罪怀胎 其实是一个多余的概念 在理论上完全多余 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 而且在旧恩论上面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就意味着玛利亚自从怀胎以后 他就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了 但显然不是如此 好 那下一个问题 神二性是从公元一世纪 那个特定的时间 才开始进入议题的人 还是一直都存在的议题 我们可以说 新约圣经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教会历史或者是教义史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新约圣经非常深的方式 讨论很多神学教义的问题 但是使徒那一代人凋零了以后 接下来的教会教父讨论的问题 其实都变得非常非常肤浅 非常非常非常深度 那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必须相信 新约圣经是圣灵所漠视的 否则要靠使徒自己的积累 那需要积累 三四百年才能够讲出这么有深度的 神学内容来 所以神人二性的讨论 其实使徒时代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很深的讨论 到了第二世纪才开始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论述 而这个时代这些论述也其实都过于简单 大部分的论述从后来看来 其实也都是不符合圣经的 没有办法完整地去诠释圣经的 也就是从后来的标准来看会是异端 所以真正开始很深入地讨论基督的神人二性 是要从第三世纪开始 第三世纪后起开始 然后一直到第四世纪才真正 很丰富很丰富地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下一个问题 我来看看 请问 既然耶稣神二性不是区分的两块独立同时存在 怎么理解他不知道邪漏妇女摸他 好注意哦 加克敦《圣经基督论》讲到 有两大原则 一个原则是不可分离的联合 另外一个原则是不可磨灭的区别 所以神人二性不是分离的两个独立的位格 可是同时他又是有不可磨灭的区别的二性 所以他同一个位格同时无所不知 同时有所不知 同时从来没有死过也不能死 同时又真的死在十字架上 下一个 如果没有能力读原文又不明白原文语境 更没有跨文化思维和逻辑的养成 那么在幕会或带小组的时候如何运用 怎么把握度和平衡 很难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CIU会特别的强调原文 所以圣经原文 特别是我们有这个即将成立的博士班 对不对 那博士班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国内的教会训练 神学院老师这样子的人才 那这样子老师一定要能够把握原文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博士生入学的要求 在原文方面是非常非常严格不可妥协的去要求的 而学习原文其实也真的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是不需要付代价 一定需要付代价 而这个代价是必须要付的代价 我们如果要幕会 如果不是幕会 只是带小组的话 那么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 但是如果要幕会真的需要去学原文 那我们说今天中国这么多的教会 有这么多的牧者传道人 然后这么少的神学院 神学资源 能够来我们CIU读书的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怎么办 就是因为这个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象 想要成立博士班 我们就是希望来为中国的教会培养 这样子的神学院老师 以至于能够有更多的老师 可以在更多的教会里面培养更多的传道人 是熟悉原文的传道人 所以当下我们也不苛责说 大部分的传道人不懂人文 这样子 没有办法 这是我们的现状 我们不能够苛责 但同时我们要提醒 那我们还不太熟悉原文 甚至英文的圣经也读不太懂的时候 在这一类神学问题上面 就不要有定见 不要还不太懂原文 英文也不太懂 一上来就坚持一个 跟历代大公教会不同的立场 那这样子就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下面一个问题 基督的人性与我们完全一样 只是没有罪 但基督会死原因是什么 我们会死是因为罪导致死亡 难道基督迁就我们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核心 最重要的经文 在罗马书第五章 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这里都讲到了 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 这怎么去理解 这要从上帝与人立约的 这样子的思想来理解 上帝与第一个亚当立了约 而这个约就是 只要亚当守这个行为之约的条件 他就能够获得永生 但是如果亚当没有去顺服上帝 他吃了分别山药树上的果子 他就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 而且他会失去原本的那个生命 他会死他 他死就开始从 因着罪就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了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将来 而第二个亚当来 就是接触第一个亚当 第一个亚当代表全人类 也代表了第二个亚当 让所有的人 包括第二个亚当 都活在罪的这个pattern底下 那也就是亚当一人的罪 因着一人的罪 我们众人都在他里面 成了会死的人 而基督就是作为第二个亚当 承担了我们当受的死的刑罚 承担了罪的一切的后果 而基督没有罪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是作为一个有罪的人 承担罪的后果 也就是死亡 如果他成为一个有罪的人 就算没有实罪 没有actual sin 他有原罪的话 那原罪也带着什么 original sin 包括original guilt 原初的罪就带着原初的罪责 他也是应当受死的 那如果他本来受死 就是应当的 他成为会死人 本来就是应当的 那他就不能替我们受死 他不能够救赎我们 所以只有作为一个无罪的人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 神神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而已 那无罪有人不认识罪 他跟罪没有任何的瓜葛 那也不可能犯罪 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 来承担罪的后果 也就是死的时候 他才能够救赎我们 脱离第一个亚当 所带来的那个死亡的权势 那下面的同学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已经有很多丰富的讨论 讨论的很精彩 我也鼓励同学之间 多多的讨论 这些讨论往往会比 直接来问老师找答案 其实可能更有帮助 同学之间更多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下面讨论 是非常精彩的讨论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真言八章22到36节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 在开除创造万物之间 就有了我 这段经文就只是 就神性而言的耶稣吗 可以这么说 更严格的来说 是指圣子的位格 就是太初就有的道 在那太初就有那个道的时候 道还没有肉身 它也没有成为肉身 它是在这末世 才成了肉身 对 那我们在这个聊天框里面的讨论题 已经差不多讨论完了 最后是不是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对吧 是的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不晓得 徐老师有没有一些补充 曾老师 谢谢 我没有太多补充 因为这个 这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非常深奥的一个议题 那 如果大家要去 对进行梳理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 Roger Olson The Stor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他在里面 在第三章 还是第四 第三部分 跟第三部分里面 对这个议题 有一些的梳理 而且他用的是 叙事的这种的 这个 这个文体 所以 是比较 读得懂的 因为这个议题 如果要深究下去的话 有这个 希腊文的东西 然后 历代有这个 拉丁文的很多东西 有德文的很多东西 真正深究并不容易 所以今天 我们很庆幸 有曾老师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还是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最后的十分钟 大家问问题吧 同学们 有没有想问问题 可以举手 或者就直接开声音问 请直接开声音来问吧 曾老师 我其实 今天听您讲这堂课之前 其实有很多的困惑 尤其是关于很多 耶稣的教导的一些 因为经常在现实里 会遇到争论 但今天听您讲这个 我就有一种 恍然的一种 一种感觉 就是说 我们以前的争论 可能就是说 忽略了这种有限性 而是在讨论的时候 一直记着 神人二性 神人二性 但是好像我们 就是总是会有一种趋势 把这种 不可分割的联合性 给强调的 非常非常高 然后 好像忽略了这种 这个混淆的这种 区别性 如果站在这个 不可混淆的区别来理解 其实很多经文 是会产生不一样的 这种感觉的 我觉得这个评论非常好 其实 其实教会历史上面 在比较后期 大部分的异端 都是在 这个不可磨灭的区别 或不可混淆的区别 这一方面 犯了错误 那 就是整个中世纪里面 大部分的错误 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 也就是会把基督的人性 给神性化 那这样子 所带来的一种影响 就是说 那基督就 变得 离我们很遥远了 跟我们不一样了 并不是凡事与我们一样 那 他无所不知 我们有所不知啊 等等的 他无限 我们有限 他连人性都是无限的 那 离我们就太遥远了 所以 才会产生 说需要在基督与人中间 还要有一个中宝 中宝 玛利亚的概念就产生了 Mediatrix 这个概念 那Mediatrix 不是上帝与人中间的中宝 而是基督与信徒中间的中宝 这是天主教 特有 可是 玛利亚又被讲的无缘罪啊 等等 有很多地方又变得跟我们不一样了 甚至被女神化了 尽管在天主教的教理里面 玛利亚始终是一个人 始终是受造物 也需要被救赎 有几次有一些教派提出说 要在天主教官方的教理 把玛利亚定为 共同救赎者 都被教廷正式的拒绝了 每年的受难节 教廷都会重申 玛利亚不是 不是共同救赎主 唯一的救赎主是基督 但是仍旧 在至少民间天主教里面 玛利亚的敬礼 这个叫Veneration of the Virgin Mary 那个敬礼会变成 崇拜 在民间天主教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 玛利亚变得离信徒很遥远 那在这样子一个氛围底下 又需要其他的中宝 所以其他中宝就出现了 那就包括对 被丰盛的这些已故的圣徒祷告 然后呢 神职人员也被当成是某一种中宝 离我们最近的中宝 我们向他们告解 然后他宣布你被赦免 你就被赦免 马丁路德提出信徒皆祭司 其实就是一个基督论的回归 就是要告诉我们 基督真的与我们一样 虽然马丁路德在一些问题上面 他还是把基督给无限化了 可是 马丁路德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用意 就是要恢复基督的 按人性说的那个卑微 讲上帝隐藏的上帝 在基督里面显明 是一种自我隐藏的显明 强调基督的卑微 讲那个实价神学 那这一点 对于新教改革非常非常重要 也重新告诉我们 唯有基督是上帝与人中间中宝 而且基督真的与我们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还有一个问题 老师说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吗 是的 我讲的圣经原文就是希伯来文 希腊文 那得掌握到何种程度才能解释原文圣经呢 大概就是修过神学院的原文课程 就差不多了 然后其实一个现实就是修完以后 我们可能就不再有能力直接在读原文圣经 但是我们只要用一些这个parsing的工具 都可以去明白那个原文 比较重要的是知道去体会原文的那个语感跟语境 那个比有能力不参考lexicon 就是字典跟这个工具书直接读原文的能力 其实还要更重要 有很多的华人他们学语言学得非常好 就华人神学生 然后避了业以后 他们都能够直接读希伯来文 希腊文的圣经 但是他们其实对那个语境是不熟悉的 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希腊文里面讲的那个是的概念 没有亚伯来罕之前就有了我呢 他们还是用一个中文的语境在理解希腊文 希腊文学得再好 其实你如果用汉语的语境去理解 还是有问题呢 所以学语境比学语文可能还要更加的重要 那这种语境的体会就需要更多的 更整全的神学教育的过程了 这也是我们是我们尝试在CIU的课程里面 希望能够尽量的提供给大家的一种训练 那下一个问题 秦文曾老师可否解释一下 童女怀孕是怎样的情形 所以童女怀孕在加克敦信经 这个时期的正统教父里面的理解 主要强调的是圣子的位格 基督的位格就是圣子的位格 没有一个圣子位格之外的位格 所以它是an hypostasia 讲基督人性的非位格性 就是它没有一个独立的人的位格 也就是它并不是借由自然生育所产生的位格 而是圣子的位格亲自因圣灵感人进到玛利亚的腹中 所以就在这里强调的是基督人性的非位格性 还有人性的位格内性 这个叫in hypostasia 就是圣子的人性是在圣子位格内的位格内性 有限性决定着耶稣肉体会自然死吗 亚当妹犯罪说也会自然死 不是有限性就必然死 但是有限是会死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是无限者他就不可能死 只有有限者可以死 有限者不一定死 但是只有有限者可以死 是这样子一个逻辑 马太福音用旧约的童女怀孕是否存在争议呢 这个可能就要留给圣经神学的老师去回答了 我可能没有能力去回答 下面新约多处说基督升天后坐在天父右边为我们代求 基督一直与天父分离而不是合一吗 感觉总是给木教祖说不清楚 我们信的是一位神该如何简单表达清楚 基督是圣子 圣子不是圣父 圣父不是圣子 但是基督在圣父里面 父在子里面 这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 但同时 约翰福音又告诉我们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神 所以他又是神 又是与神同在 与圣父同在的 这不是内在三一或本体三一的关系 而现在还 这个圣子这个道 还从非肉身的道 这个叫做Logos of Circles 成为一个肉身内的道 这个叫Logos in Circles 成了肉身的道 这样子的位格 神二性的基督 就作为我们在父上帝的中 中间的中宝 让我们领受 这样是最浅显 明白易懂 在信心里面 没有读过书的人 也可以明白 然而你又是无限奥妙的 不是我们可以承载的 当我们专注你的时候 越向你靠近 却没有办法穷尽你 真的是特别的感恩 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长进 赐给我们这样优秀的老师 赐给我们对你的真理的认真跟执着 真是像使者一样 引路人一样 打着光带领我们进到真理的奥妙的深处 求你来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让我们学了不是自高自大 因为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但是爱心能够造就人 让我们知道你的奥妙就折服降杯 真的是忠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 赐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的信心增长 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使命 赐给我们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 让我们带领弟兄姐妹 让他们的信心也增长 因为唯有对你的信心 是比那被火烧能坏的 金子更宝贵的 是你所喜悦的 是你所要收获的 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手中的服侍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Amen 谢谢徐老师 各位同学 谢谢徐老师 谢谢老师 辛苦了 老师辛苦了 好 大家晚安 谢谢徐老师 谢谢徐老师 谢谢 再见